牛叉 一阵强烈的杀意 我此时正美美地抱着千刃血 从那种神奇的意境顿物中 惊醒了感觉 此时无比舒服 前所未有的强大 恭喜宿主签到任务成功 获得50万年魂 上线100亿年 开始帮宿主融合精神 头骨不会有痛苦 融合成功 随着魂骨的温度 我感觉到精神力不断地提升 它感知力越来越强 可以清晰地感知到 深周的任何细微的动静 草丛中立实的蚂蚁 树上的鸟 一万米外的毒虫 都能细微地感知到 这样的感觉很神奇 我感受到魂骨带来的好处 精神变得万分强大 这是一头 金龙的头肝魂骨 我的火眼金睛 与魂骨的精神力产生了一点 让我拥有了魂骨技能 名叫什么好乌鸦坐飞机 还是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或者叫龙根 这个技能是精神攻击 也可以让人陷入幻境之中 精神攻击便是可以 从双眼中射出两束金色光束 如同两条金色的龙 从我的眼中射出斑发出龙鹰声 让人陷入幻境之中的技能 就像万花筒血轮眼一样 看到我眼前的人 会瞬间陷入幻境之中 所以这五十万年的魂骨 有两个技能 第一个魂骨技能叫金龙神光 第二个魂骨技能叫龙之梦 我想到这里 却只见一股恐怖的力量 向着我们起来 猛得睁开眼 只见一个老头 身穿着墨绿色的影影上 刺绣有许多像蛇的灵点 而且他站在一条巨大的舌头上 威风凛凛 毒气缭绕 脸上怒气冲冲 眼中怒火燃烧 显然是生自己 与千刃血收刮他药草的气 那不是独孤伯吗 这老毒物竟然一来 就直接用出五魂真身 他脚下踩的巨大毒蛇 就是碧灵蛇魂 那蛇通体墨绿 身上鳞片闪着寒光 身躯巨大 头是三角形的 眼如同灯笼般散发着 射人惊魂的恐怖气息 这就是九十二级封号 斗罗用出全力的气势 虽然比千刀流差许多 但毕竟是封号 靠 斗罗碧炎灼烧小子 去死吧 敢将我的药草都收刮光了 只见毒孤伯低喝一声 眼中杀意浓烈 那小子只有四十九级 竟然能来到这里 真是运气好 但这里的主人 可不是这小子能人 只见他脚下的 碧灵蛇魂猛的 张开血喷巨组 墨绿色的碧炎 从其嘴中喷出 向着我与千刃血迸射而去 其温度虽然没有那么高 但是极具腐蚀性 我一脸认真 这毒孤伯的一击 已然用出八成的 实力很强 但我没有后退 因为千刃血 还在冰火两一眼中 必须保他安全 虽然我现在只有四十九级 但吃过仙草 还有冰火两一眼的滋润 我的实力 可比之前强大了十几倍 我立马召唤出五分 魔刀斩身 武魂又出现 恐怖的威压 向四周席卷 让毒孤伯也一阵惊讶 这器武魂 竟然连他都感到心急 只见那柄武魂长刀 通体乌黑 刀刃透亮锋利 刀身上雕刻着神秘的符纹 刀身长有三尺七寸 刀霸仿佛龙头 刀柄仿佛龙身 刀型很好看 刀身细长 刀尾微弯 黑气缭绕 看起来很是霸气 那武魂一出现 让碧灵蛇皇都忍不住 发出颤抖 仿佛在恐惧 那器武魂简直邪门了 我脚下红色的魂环 徐徐升起 独孤伯突然老眼一瞪 这怎么可能 49级的魂宗第一个 魂环十万年不暴体而亡 这还真是变态 他怎么做到的 不过一个魂环 再强也没有自己强 我握紧手中的刀 运转他画自在魂力疯狂的涌动 向着手中的魔刀斩神勇去 只见刀身不断地震动 活猛地向前一斩 一道暗红色的刀器 瞬间从其刀身上蹦射而出 这一刀带着恐怖的破生空 还有嗡名声呼啸着 将那碧炎灼烧斩散 催哭拉朽 不可能如孤伯大惊 他扒成实力的一击 竟然被那青少年 没用出魂迹的一刀给斩碎 他心中惊恶不已 但他不信这些 敢把他的药原收刮光了 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 碧灵神光 他想到这里 勃然大怒 大喝一声 用出了第九魂迹 最强单体技能一击 只见他身上毒魂力 疯狂地涌动着 那碧灵蛇黄猛地张开嘴 无数的毒魂力 一向的血盆大嘴汇集而去 散发着震撼人心的气息 我握着刀的手 被刚刚的一刀反震了有点痛 不过却没有倒退半步 这就是封号斗罗的一击 还真强 随后一脸严肃 面对着毒孤伯接下来的权力的一击 脸上完全没有害怕之色 反而带着兴奋猛地将刀横于身侧 斩神刀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嘴巴 我眼神变得很灵敏 仿佛有一刀断万骨的气势 这种气势简直就是无敌的 一刀山河洞 我大喝一声 运转着他发自在 还有十万年魂环的魂魂灵石爆发开来 向着手中的斩神刀汇集 只见斩神刀上暗红色的魂力翻过 仿佛有龙鹰虎啸之意 显得震耳欲龙 一刀斩出 带着一网无前气势 凶险 一道暗红色的巨大刀芒从刀身上迸射而出 照亮了我的脸 也照亮了千刃雪的脸 还有照亮了四周花草树木 与那激射而来的墨绿色碧灵神光撞在一起 只见碧灵神光被那道暗红色的剑芒给斩成了两半 那刀芒刹内间来到了独孤伯与七五魂身前 这怎么可能 独孤伯脸色大变 不敢相信自己最强的一击 竟然被一个四十九级只有一个魂环的小家伙给斩残 给我破 独孤伯大吼着 用出了吃奶的力气 用出了110%的魂力 眼中火焰在燃烧着 脚下的碧灵蛇皇爆发出更强的力量 嘴中喷射出更加粗大的神光 直接将近在眼前的那道恐怖刀芒给击溃 金龙神光 我稍微一乱 独孤伯就是独孤伯 还挺强的 居然被他被震退了两身形一阵裂起 还没战呢 便猛的眼中 射出两道金色的神光 化作两条金龙 像着那粗壮的碧灵神光击射而去 只见独孤伯的攻击被瞬间击溃 两道神光瞬间来到他身前 独孤伯吓了一跳 双手交叉 魂力涌动 形成了一个墨绿色的盾牌 挡在身前 只见两束金色的光束机射在骑盾牌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火星四箭 独孤伯被撞击的倒飞出几十米 撞倒了十几棵树 随后在地上倒滑出击米 灰尘滚滚才停了下来 他感觉双手都快断 剧烈的痛让他感觉双手差点失去了知觉 这死徒崽子抢了我的药 还打了我 简直太可恶了 独孤伯气得半死又心痛地半死 快跑 我一只手拉着还在镇惊中的千刃雪 一只手从储存空间中拿出一颗仙草 丢给还在悲伤中的独孤伯 便向着远处急速奔去 很快便跑出了落日森林 那独孤伯从地上爬起来 看到那么多的仙草竟然没了 只剩下一颗 欲哭无泪 万分心疼你小子 给我等着 不管你是谁 我独孤伯一定会找到你的 他仰天堂 让附近都震荡了 惊得无数的鸟兽乱飞着 千刃雪被牵着手 绝美的脸上偷偷爬上了凤子 脸一阵发烫 手心都出汗了 他这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发现已经离开了落日森林 为什么要跑 你不是打败了他们 运气好都灭 不然还真难说 而且他是封号斗罗 我只是49级 刚刚的两级已经没剩下多少魂力 要是再打下去可就危险了 我也没有下杀手 毕竟自己理亏 把老毒物的药都收刮走 还打伤了老毒物 不走会很难处理 也是千刃雪点头 我对这事处理的其实很好 还拿一颗仙草留给那老毒 那个冰火两仪眼中蕴含的能量还真多 我竟然连续提升了七级 现在已经47级了 那是当然我找到的地方 怎么可能平凡 我拍了拍胸口 自信地说道 牵着千刃雪的手 很是酸爽 丁随机牵到任务开始 治好毒姑婆的病 可获得15万年魂环 我去你这系统任务也来得太慢了 我刚刚跟那老毒物结了梁子 你就来了这任务 听到系统发布的任务 心里一阵不满意 不过15万年的魂环诱惑力太强 必须得到 不过不是现在 反正这任务没有时间限制 我什么时候去治好毒姑婆 便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千道任务 而且现在我魂力都消耗得差不多了 现在去毒姑婆治病 那不是自找死路吗 我们上了来时的马车 离开了落日森林 路上我运转它化自在 以身为重 以身为本 以体为药 恢复着之前消耗的魂力 十万年魂环一般有两个魂迹 刚刚他眼中射出的金龙光束 不会是第二个魂迹 很强 千任学想着之前 我与那毒斗罗战斗的话 49级就能击败92级的封号斗罗 不能说击败 应该叫鸡腿 要是继续打下去 我有可能消耗过大 不过我能做到这样子 已经很强很强 很帅很帅 反正他可做不到 他此时美眸正看着 只见双眼紧闭 盘坐在对面 浑身金色的魂力缭绕着 已经被我彻底折服了 千任学看着我 惊叹不已 刚刚的战斗简直就像是地狱一般 我们的身体都被耗尽了 他决定带我们去酒店休息 以恢复体力 我们到达酒店时 我已经精力力尽 无法再前进一步 千任学叫醒我 我感觉到他的手在我的肩上轻轻拍打 询问我的状况 你先去酒店休息吧 千任学说道 我点了点头 感到身上的金色魂力渐渐消失 我们下了马车 千任学还为马夫安排了一间房间 你背后续需要 说起来 十万年魂环不是有多个魂迹吗 你发出的金龙神光 好像不是十万年魂环附带的魂迹 千任学问道 他的眼中闪烁着好奇的光芒 小雪 你真聪明 其实我只掌握了十万年魂环的第一个魂迹 一刀山河洞 第二个魂迹还在领悟中 而那两道金龙神光 是由我的头盖魂骨技能所释放出来的 我解释道 千任学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我竟然拥有如此珍贵的头盖魂骨技能 他看着我的脸 感觉我既帅气又神秘 似乎隐藏着一股无法解释的力量 他的嘴巴张得老大 感到非常惊讶 真是太厉害了 我自信地说道 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帅气的样子 确实非常棒 千任学发自内心的回答 他感到我身上有一股强烈的冲突和反差 仿佛隐藏着无尽的力量 让他无法抗拒 千任学准备去自己的房间休息 我却不肯放过这个机会 我对他的身材早已心持神往 内心深处的欲望让我无法自拔 我知道他是不可能屈服于我的 但我还是想尝试一下 小雪雪 你一个人住害不害怕 我眼睛盯着千任学的曼妙身材 那胸真大 那臀部很翘 凹凸有志 美丽动人 我的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欲望 想要拥抱他 不害怕 千任学听到我的话 小脑袋快速地运转着 他知道我有不轨之心 千任学转身逃思地 跑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我看到千任学那脸红的样子 真是好可爱啊 我笑了笑回到自己的房间 倒了一杯水喝了起来 感受一下今天所修炼的成果 还有那冰火两一眼带来的好处 让我的实力直接提升了许多倍 喝完了水 我便回到了床上修炼 月光如沙 我沉浸在修炼中 不知不觉间进入了梦乡 落日森林 独孤伯之前的战斗消耗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 他快速地向落日森林外面飞掠而去 他之前在那掠夺 他仙草的小子身上留下了毒标记 只要那小子不离他太远的话 他是可以感知到七所区的方向的 他必须将那些仙草都夺回来了 否则传出去 他独孤伯封号斗罗的名声就扫地了 竟然被一个49级的小子给抢走了所有仙草 还将他打退了 真是老脸全无 这个仇他必报无疑 之前是太小看的小子了 才会大意被伤 现在他有所准备 就算他独一也能耗死他 他扬长必短 想到了自己等级高 那小子才49级 显然就是消耗太多了 所以他打算跟那小子打吃酒战 夜色朦胧 独孤伯如同幽灵般来到了一家酒店附近 他望着酒店房间的侧窗口 那房间的窗口没有关 一个帅气的青年早就望着他了 他感到十分惊讶 这个小子居然如此勇敢 小子 你倒是很有胆量啊 竟然敢面对我 把仙药都给我吐出来 不然你与你小女友都得死在这 他的手中紧握着毒气 眼中闪烁着狡诈的光芒 老毒物 你也太过自信了吧 我冷笑着看着眼前的独孤伯 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可怕的气息 仿佛要将我碾成粉末 这小子真是太可笑了 我等级比他高多了 他还想挑战我 简直是自不量力 毒孤伯不屑地笑道 我的眼神中充满了战意 毒孤伯的眼神中充满了不屑和嘲讽 他伸手一招 一股强大的能量变向我袭来 我并没有退缩 反而赢了上去 两股强大的力量在空中碰撞 发出了战而易人的巨响 整个山谷都未知一阵 这小子的实力比他想象中的要强大得多 我的眼神中充满了嘲讽和戏血 毒孤伯的眼神中充满了嘲讽和轻蔑 我的眼神中充满了决心和斗志 毒孤伯和我之间的战斗越来越激烈 两股相反 整个山谷都被我们的战斗所笼罩 一秒钟可以搞定的狗屁事情 我把唐三气坏了 想着这是我开心的笑傻了 唐三都不知道我用他的方法救活了毒孤伯 突然 毒孤伯表情痛苦停了下来 我一看 爽死了 系统提示任务就可以完成了 于是诡异地说道 老头我可以治好你的病 你那些仙草就当作药废吧 毒孤伯心里一惊 你小子怎么知道我有病的 有 这个可以有 我说道 你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 两类处会出现麻痒感 而且会逐渐增加 持续一个十分以上 五十盒子十个发作一次 你你你 你怎知道的这么清楚 毒孤伯惊魂莫定 真是见鬼了 想到这里 那你说想怎么治 我自信地说道 找一块魂骨 将你的毒逼入魂骨中 当然最好的室外附魂骨 你的病变迎刃而解 这么简单 毒孤伯做梦也想不到 我去试试 小子你要是敢坑我 我一辈子追杀你 毒孤伯转身消失了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恭喜宿主获得十五万年的魂环 开始帮宿主融合 突然感受到一亩强大的能量 涌入身体中 完了 非常舒服 我的魂力得到了错误 身体变得更加强大 击败唐三哪是轻易的事情 一招歪歪第S的刀数太牛逼了 我拥有了第二魂环的魂技 斩天拔刀 电视剧中的七夜圣君的刀数 都不敢这么写 我心情极好 因为唐三失去了冰火两一眼 实力将大打折扣 我猜想他现在应该在圣魂村 但我的关注点在小五身上 我不想让他成为唐三的祭品 被他骗走 成为他的战利品 我必须尽快解救小五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决定送千任雪回供奉殿 我必须小心 不让唐三骗走他 否则他将会成为他的十万年魂环 为他生猴子 我必须抓紧时间 解救小五于水深火热之中 保护他的安全 突然 随机签到任务发布 认识小五 可获得一百金魂币 特么的这系统这么有钱的吗 我高兴地点点头 这次任务简单地让我几乎感到无聊 但一百金魂币的奖励 还是让我兴奋不已 毕竟 魂环和魂骨可不是每次都能获得的珍贵物品 我一直想要认识小五 系统竟然发布了与小五见面的任务 看来系统还是挺和我志同道合的 未婚妻千任雪竟然也要跟我一起去 我知道千任雪喜欢冒险 但是作为我的未婚妻 我不能让她冒险 决定继续寻找小五 暂时只能把小雪老婆送回家吧 千任雪眉眼如画 金黄的秀发随风挑着 丹凤眼很灵动 樱桃小嘴烟红性感 我牵着她的手 很温暖千任雪听到这脸 千任雪脸一下子就红了 她不由得一呆 两人四目相对 千任雪灵动的双眼瞪得大大的 那浅子的眼瞳微大 薄唇被我都吻着 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但突然间 一声残叫打破了这种气氛 我被千任雪踢中 倒飞出马车门 随后翻身 在地上倒滑出几米才停了下来 我鸣嘴满足地笑了笑 刚刚差点就被她咬到了 好在我走得快 我向千任雪挥了挥手 小雪老婆再见 她则哼哼地说道滚吧 随后 马车从我的身旁经过 我看着千任雪 透过窗口的凤眼神 复杂地看着我 我也透过马车后窗缝看着她 直到看不到她所在的马车 我才转身向着诺丁城而去 诺丁城并不算是什么大的城市 距离天斗帝国边境很近 城墙建造的后石 距离星罗帝国 只有不到两百里的路程 我来到了诺丁初级学院附近 准备拐走小五 让她无法跟唐三认识 我打听了一下诺丁学院 什么时候招工独生 得知明天就开学了 我在一家饭店中点了两个菜 吃饱喝足后 我在附近找了个住宿住下 准备去寻找小五 小五是一个十万年的魂兽 修炼成人之后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融入人类的生活 像人类一样学习魂师的技能 不断地提升自己 如果不融入人类的生活 那么他的进度是非常的慢的 且也不可能在人类有限的生命里 达到成神这个层次 小五只选择变成人 最主要的就是想像他的娘亲一样 体验一下人类的生活 这种情况之下 小五必须要进入人类的世界才可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